约翰福音当中很有名的一个记载 就是在迦南的婚宴上 主耶稣和他肉身的母亲玛利亚所发生的事 在这件事里 当玛利亚向耶稣提出主人家没有酒的问题后 主耶稣所给的那个回应 耶稣说 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乍听之下 主耶稣不但是回绝了玛利亚 而且回绝得很不客气 主耶稣怎么会用这样的口吻 对自己肉身的母亲说话呢 难道犹太人和我们华人的想法不太一样 可以接受这样吗 或是因为是主耶稣就没有关系呢 我也为这件事情疑问了很久 后来看了这句经文的希腊文原文 才发现主耶稣回话中的那句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在原文的意思是 我与你所等候的都不相同 或者可以说是 让我自己做决定吧 然后主才说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换句话说 主耶稣不是回绝玛利亚 而是告诉他 他知道他的需求 他也知道该怎么做 但是 不是按照玛利亚以为的方式或是时候 而从玛利亚听到后的反应来看 他也完全懂得主耶稣的意思 所以他没有再说什么 而只是让负责管理的仆人预备者 随时听主耶稣的吩咐去做 而后来呢 主耶稣果然有了行动 事情有了完美的解决 看到这里 不知道你是不是像我一样再次被提醒 当我们把重担和忧虑带到主的面前 以祷告来交托的时候 就让主来显明该怎么做吧 而我们就是预备好 听命行事 虽然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 我们不一定看得明白他的作为 但我相信 等候他的必不至绝望 因为他向我们怀的意念 绝对是赐平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